事逢端午連假更要詳盡世界海洋日 屏東海生館推出系列闖關及體驗活動 包含有闖關科教活動 代名中認識人造一致如何危害海洋生態 除非DIY一起親手製作環保小工具 更邀請研究海洋古生物教授 舉辦金之生生海食物鏈講座 讓假期豐富精彩 聯合國將6月8日定為世界海洋日 為喚醒人們對海洋的認識 並慎重損失海洋生態目前面臨的問題 而今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題為 喚醒新深度 強調我們不能再眼不見為盡 急需改變自己與海洋的關係 屏東海生館作為台灣推廣海洋保育的博物館 將於世界海洋日當天舉辦一系列的 寓教育樂精彩活動 邀請民眾入館響應 參加的民眾也可獲得海生館獨家的精美好禮 除了參加活動可以拿些量好禮 屏東海生館也號召遊客來淨灘 並由解說員帶領民眾認識海漂垃圾 除了有限定名額還有獨家好禮贈送 要讓鄉親一起用實際行動來侵害愛海 市境海洋日當天屏東海生館將號召喜愛海洋 有興趣的民眾一同自海生館旁的潮間帶 一起參與淨灘活動 過程中會將海洋垃圾分類 並接著由解說員向民眾介紹何謂海漂垃圾 用具體的行動還給海灘一個乾淨的環境 本次淨灘活動 制裁線上預約及現場免費報名 但仍然需購票入館 不過海生館將贈送參加淨灘的民眾 獨家海洋生物碑碟及海生館限定帽子 屏東海生館期盼透過系列活動讓許多富含教育意義有趣的內容 藉由世界海洋制將保護海洋生態的觀念深植彼此日常生活中 讓保護與民眾更加臨距離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道